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节奏的 所以那样的话你活得不累 这是我们远远比那种浅薄的唯物主义要高明的 多得多的东西 下面讲地狱 最后我在黄金与点讲了一个一法方一论 老百姓总结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就是说天造地化养诞生了人类 每个地狱的人都有他不同的身理和心理特点 也就是说你在这儿生活 你就应该跟你生活的环境相适应 适应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吃方圆百里出产东西 这叫我们的常识 偶尝尝尝尝鲜 偷个心 这有可能 但是如果老是不以当地出产的食物为自己的常识的话 你肯定要得一个病 叫什么病 你就要出偏 我们吃是求和 求一种和的状态 水土不服就容易出偏 就好像你走一个钢丝绳 走着走着就要往下掉 需要被人去修整调整 我们古代的水土不服是人出差到外地 吃了外地的东西 然后上土下泄 然后我们说水土不服 那怎么预防这个呢 去那以后第一件事先用当地的水 你也别喝矿泉 除非你一直喝矿泉水 用当地的水煮开了泡一杯当地的茶 就是在你吃他的所有的其他东西之前 这叫什么 这叫先上堂问悔入香 随俗 这就是要先试试人的水土 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你闹病 那么已经出现了水土不服的话呢 一个是要少吃东西 另外一个赶紧调整自己的销和化的功能 一般来讲 北方人最容易到南方出现水土不服 为什么 南方的湿气湿着比较大 北方比较燥 所以曹操打东吴的时候 说是一把火被烧了 其实在被火烧之前 你们看一下 就那个 他们拍那个赤壁 一层一层的尸体 都是什么 全是搞出来瘟疫了 瘟疫 当年解放军南下吧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被国民党打死的人少 被瘟疫害死的人多 被国军收拾的 就是被白崇喜的第七军 在青树坪打了个伏击 把这个四野的四十九军 一个尸几乎全部歼灭 水土不服 这是古代水土不服 现代的水土不服 是我不去外地 我吃遍住金半 就是陕西大厦 明天河南大厦 爽 吃 如果你身体还健康的话 吃完以后就会不舒服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的话 吃完以后没反应 爽 接着吃 下家 接着吃 吃到最后呢 就把病给做下来 所以这个 常食是什么 出生在哪 或者久居在哪的 那种饮食习惯 你一定要保持 这个是消耗你能量最少的 老不吃常食 老吃偏食 就跟老不回家一样 外面找小秘一样 最后把你自己消耗了 人越吃新奇特的东西 对自己的元气消耗越大 越吃这种常食 已经形成固定模式 惯性运作了 消耗越小 所以吃家常饭 跟老婆混 最好丑气禁地 什么叫丑气禁地 常食 一样 方圆百里的植物 会养育出 适合它生存的动物 所以这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 尽量少吃海鲜 吃什么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这就是我们在北京 这个半内陆城市 吃鱼也吃淡水鱼 因为我们不靠海 如果你靠海的话 它海自然有一个平衡系统 吹那种海风 闻那股味 你会吃那种海产品 它自己有个消化的过程 你闻不到那个味 你吃那个东西 就容易出事 这就是我们讲的地域的特点 你比如说在北方 咱们讲 你到了西藏 你吃麦子 你就不给劲 你必须吃什么 当地出产的 青科属于大麦的 那个科属 吃青科 吃丹巴 吃苏油 你才能觉得有力量 到那 你还吃 白米饭 然后你再说 我不吃 这个荤的 你试试 你就第一个被淘汰 所以到了 到了一个地方 就学习人的饮食习惯 比如在 我的老家山西 山西的黄土高原 比北京要高一千米 所以你他那的饮食习惯 就和北京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吃的主食 热量就偏高 小米不用说了 我们那吃这个 黄年米啊 这是我们北方的年糕 还有什么 油面 油脉 油脉 油脉是我吃过热量最高的食物 所以我们老家有句话叫 30里油面 40里高 什么意思 吃完油面 走30里 觉得饥了 饿了 吃完高 走40里 这个高的特点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 高到了胃里啊 特别不好被往下送 因为它是个软的 你速成形一挤 它词又跑了 我们那儿 就是我爸算外地人 他河南人 他到我老家以后 我们老家招待客人最好的饭 就是给你蒸一顿高 因为这个高的产量低啊 油脉产量更低 结果外地人吃高有个特点是什么 越嚼越多 他你吃米饭 纤维含量高 或者吃面条 吃吃的就碎了 然后各东就咽了 这个高是越嚼越筋道 越嚼越筋道 然后就是感觉在嘴里 越嚼越多 越嚼越多 他又不会把这个一大块东西往下咽 所以 极其痛苦的在那吃 可是当地人呢 吃高以后 产生那种心情 我们讲过 一把方一把 这个鼠子是入心的 吃完以后就 今儿真高兴 我们一过生日 中午家里就要真高 意思就是 越来越高 年年高 但是呢 他暗含一种 医学道理 就是鼠子是入心的 能让您的心气也 也逐渐的高 你到了陕西 我这次去 他们请我吃的那个 G G 他也写成这个 跟这个 类似 比这个的颗粒要小 甜度比这个高 年度不如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绝对抗旱 就是说 看着不下雨 农民就是靠天吃饭 下雨了才播种 看着不下雨 看着不下雨 也看其他作物都过了 农师都要完蛋了 但是这个G子 只要下点雨 撒进去 就涨 而且它生长期特别短 四五个月 花就有收成了 所以当地 把这个当成旧病的 我们G 江山社稷 这个叫古神 这有跟他当地的 但是现在我们问老乡 当地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新鲜奇怪的玩意儿 招待客人 当地人已经不吃了 当地人如果不吃这种东西的话 他当地这个人就要出问题 所以我们想一想 回归传统的话 看看我们以前这个地方 饮食习惯是什么 你比如说在北京 北京人有个特点 穷讲究 我对饮食的观点就是说 有东西咱讲究 没东西咱可以将究 能将究说明你的消化功能好 是吧 吃什么都能转化成经济事 北京人有个特点就是说 以前可能祖辈上做过官 或者是有点什么文化 到这儿落了破了 落了牌了 散了架了 但是穷讲究还要有 穷讲究表现在哪呢 他善于利用下脚料 边脚废料 做出好吃的东西来 所以北京小吃的特点 都是这个 你比如说 炒肝 还有那个 那叫什么 灌肠 灌肠 灌的是肠吗 有一丁点肉吗 没有 全是淀粉 而且灌肠 它特点是什么 现在灌肠 都是切成薄片 其实人家是 销成那种 带棱带脚 厚薄不均的那个 那拿油一煎 薄的地方脆 那个厚的地方酥 特别好吃 你观察一下 它炉煮 是吧 炒肝 豆汁 胶圈 全是这些 穷讲究 哎呀 又怀念那个 吃海参燕窝时候 那个场景 但是又没那个材料 但是呢 又要把它做成 那个味道 所以这是北京的饮食 一个特点 呃 江湖本让大家喝绿豆汤 北京人喝什么 豆汁 你们知道豆汁是什么 知道什么叫麻豆腐吗 麻豆腐是什么 咱们都吃过绿豆粉粉条吧 小西粉条 这是绿豆粉 我们老家都是山药 山药粉 绿豆 把它里面的金粉 淀粉 提出去了 做成粉条 剩下那些刀破 都是做成什么 麻豆腐 麻豆腐还是寒呢 怎么办 拿羊油 敢说大油 羊油 然后上面一个红辣椒 寒热一平衡 口和而知五味 很好吃 然后剩下那个煮绿豆那个汤 你直接喝 那你就傻帽了 太寒了 张五本了 发酵以后呢 就变成豆汁了 味道齐南 齐南闻 喝起来口感也不怎么样 但是喝完了上瘾 为什么上瘾 所有上瘾都通神 所以北京有一句话叫豆汁腿子 什么叫豆汁腿子 走路的呢 突然闻见那个豆汁的味 那腿就不由自主的 嘎嘎嘎嘎嘎嘎嘎 为什么 不受意识控制 受谁控制 神的控制 但是呢 喝豆汁的时候 豆汁 尽管发酵了 还得用点什么 浇苦的东西 浇圈 口感也好 是吧 里面这种阴阳平衡也好 最后关键是让你觉得吃的舒服 吃了半天营养这么高 吃完以后浑身难受 吃什么吃啊 吃到狗肚子里 所以我们要讲究地 有机会我们会起来孟凡贵 那是个吃客 我给大家讲饮食 记住啊 不是想让你们变成一帮 整天在那 寻欢作乐 吃偏食的人啊 所有的美食家都一身病 为什么 对吧 跟那些整天包二奶 找小三人差不多 这个腻了 再吃个别的 一身病 我给你们讲这个目的是 知常达便 不是让你们整天去吃住金饭 地 地域 另外呢 我们以 出产的那个季节 来判断它植物的性质 是吧 人得天地之气啊 那么请问 笋 从现在科学来讲 笋就是笋 从伟大的中医学来讲 东笋和春笋就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笋吗 哪不一样 哎 春笋和冬笋的区别在哪 一个还在地下埋着 一个已经冒出来了 所以 想资圣阴 资阴啊 冬笋烧猪肉 最佳的 所以苏东坡说 宁可 居无竹 不可 食无肉 既有竹又有肉 就做一顿笋烧肉 是吧 竹子味道 偏苦 类似于像生地一样 会滋补圣阴 猪这个肉呢 又叫水豚 水质 水质啊 不是这个质 不是这个质啊 别理解错 所以你要说冬笋 而且你看一下冬笋 特别肥厚 它是短的 横的 春笋呢 开始冒尖了 所以春笋入哪 冬笋入肾 春笋呢 绝对乳肝 而且春笋有很多人吃了过敏 为什么过敏 其实它是把内带的很多阴寒的湿着的气 啪给透出来 我碰到几个真人 也不是真人 病人 有个人吃三七粉过敏 他说 我都感觉在我的所有的黏膜都在发痒 我说你这个定位很准 三七这个东西啊 它能这么 入心和小肠 小肠干嘛 密别清浊 它为什么作用在那个黏膜在那发痒 所以你别以为吃三七粉都会过敏 慢慢把小肠里面那些污浊阴寒东西透完以后 它绝对不发痒 刚才我们说那芥膜 芥膜入哪根肥 肝和心包入绝阴经 你吃芥膜 辣的眼泪出来 是吧 绝阴 鬼抽筋 中医讲那个筋包括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基建 另外就是那个神经 神经 那如果一个人已经开始震颤 像那全王阿里一样开始哆嗦了 你还给他吃芥膜吗 那不就火上浇油吗 所以这个归经 刚才讲春笋 另外我们根据植物或者动物生长的环境来判断它的什么 属性 判断它的阴阳寒热 补蝎 怎么判断 一说这个东西 我们说有的地方这个东西就能长 有的地方它就长不了 是吧 你比如说蘑菇 胎血 长什么地儿 阳光下吗 阳光下吗 包括我们也爱吃的什么地皮菜 张家口外的口膜 我们五台山出一种特殊那种特别香的味道 那个台膜 还有一个地方国外还是中国 专门牵头猪 法国是吧 法国人连猪都有这么品味的 是吧 这种蘑菇 大家想 根据它的生长的地域环境 我们来判断它是什么性质 绝对是阴寒的 而且是带有湿气的 但是有的特别热的眼神 父子如果踩了以后 不衡 很快处理 马上就腐烂 它是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量变和直变 我们先说普变规律 就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讲课都得讲变化 我讲过了 水产品都喊 对吧 它为什么 我说我那次去大连吃完鲍鱼就 浑身燥热在床上翻滚 一个人翻滚 为什么 你吃的量少 你把它化掉了 然后它就产生能量 我讲过就像深水炸弹 它不到一定深度 它不爆炸 没到那个爆炸极限之前 它绝对是阴寒的 那过那个极限 咔一下又爆炸了 我们讲一个基本普遍规律 就是说蘑菇 阴寒的 那它适合什么人吃 适合你给用滋阴 这人阴血不足 特别出现虚火 特别灶热 五辛繁热 眼干口干 鼻子干 阴道干涩 给这些人用蘑菇 另外呢 当我们吃一些热性的食材的时候 我们担心它中了热毒 比如说鸡 我们都知道是山风冻火 睡得早起得也早 阳性特别足 我们就用小鸡炖蘑菇 把它的这种热性给平衡了 但是呢 有个科学家 医学家 洪兆光先生 天天告诉大家 吃蘑菇 他从他科学的角度认为 蘑菇还有这还有那 我是非常不认同 你要是从科学角度 你什么东西都有营养 是吧 你给我讲哪个没营养 所以洪兆光整天让大家吃蘑菇 那么你学了我们的中医哲学以后 你马上 不管他头小有多大 你马上就会质疑 第二 你就马上就会反对 如果一个阴寒内剩的人 一个大胖的 一个阳气本身还不足的人 你还让他吃蘑菇 而且我告诉你们 如果一个人有绝的话 他吃了会痛 他身体本能的就说 我不能吃这个东西 他吃之前 他会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吃 他吃这个以后他会痛 这叫有绝 但我们现在是强迫症 意识压制本能 啊 科学家说了我应该吃这个 结果吃什么 吃的都是一脸乌青 一脸黑斑 是吧 你看他长在哪 是吧 你看他长在哪 而且你看他喜欢什么 在四川 在四川 同时有两种树 两种药 我们到四川采药 上面是高大的厚破树 厚破大宽叶子 啊 喜欢阳光 努力的往上涨 厚破树下面种的就是黄莲 啊 我讲过有个人写小说叫后破黄莲 黄莲后破 而且还不够 四川这种天气 尤其在山上 基本上都是 鼠犬废日 是吧 四川的狗见太阳都奇怪 这是什么东西 啊 而在那种状态下 还在黄莲上面 拉一层黑网 盖着 不让他见阳光 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见了阳光 他就长不好 那你判断一下属性 一个长着大宽叶子去迎接阳光 一个在那躲阳光 你判断一下他的属性 哪个阴哪个阳 所以后破的树皮就是什么 温中 宣肺 力大肠的 你种了这种寒毒以后 用后破树皮 那你种了热毒呢 黄莲 而且种完黄莲的地 好几年都不能种别的东西 太阴了 啊 娶完一个阴寒的女人 好几年对女人都没兴趣 被撑住了 被撑 地啊 这要说起来 风土人情 非常不一样 最后我们论识到人 以人为本 还是这句话 谁吃 什么时候吃 在什么心情下吃 这就涉及到我们讲的 我经常强调的几个字 饮食的道法 道理法术器 想饮食最低的境界是 吃什么 食材 行而下 为之气 拿来 给我 当然现在食材很重要了 有没有化肥 有没有农药 是吧 现在蔬菜比肉都贵了 吃什么不重要 什么重要 怎么做 烹调的技术很重要 是吧 你得把它做熟了嘛 人类比动物进步发达的原因是 我们用火省下了很多自个儿的元气 啊 省得费那个劲了 然后你的元气就去养神 发展出很多后天的这种文明 所以烹饪的技术很重要 烹饪技术我们要讲 啊 什么叫煎 什么叫炒 什么叫烹 什么叫砸 什么叫烹啊 逢烹必炸 所有叫烹的先炸过 所以中 所有的饮食里面那些做法都是善于利用它原来的本性 避免它的负面 啊 所以这个饮食烹调的技术很重要 这涉及到我们用火怎么用火怎么用水 法 什么叫法 法于阴阳 啊 法于阴阳 这就是我们说 四季啊 怎么出产 然后呢 您是 怎么个吃法 狼童虎咽 还是西洋漫咽 啊 是先上汤 还是先上甜点 哎 吃饭前先吃口汤 你们什么感觉 立马那顿饭里没啥吃头的 啊 这吃的方法很重要 啊 然后呢 礼呢 这就是地理 吃哪出产的东西很重要 道呢 天道 天时 这个道呢 随到通神 吃饭的心情最重要 啊 前天看了一蝶杜拉拉生殖记 女人 一个是吃 一个就是疯狂购物 吃巧克力 吃 其实揉揉心包 扇中穴就行了 但是他里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说 刚才我底下还跟同学交流 我们现在的教育是 什么 是谋生的教育 掌握一门技术 然后成为能让给别人当个财 奴才呢 还是人才呢 不知道 能被别人用 被目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贵族教育 是教你怎么生活的 所以很多人现在学完这以后 钱也挣了 工作也有了 然后不会活了 不会活 只好就顺着本能去瞎造 瞎造 造的结果呢 就是两败俱伤 所以富士康那么多人自杀 就是因为他们变成了有用之财 有用之财就 砍伐了他们的本性 我们学这个目的是什么 达到最后一个目的 以口通心 以口通神 吃饮食的最高境界是宜了 所以曹操说 养衣之福 可得永年 吃东西吃好了 叫衣 吃好了有固定标准吗 因人因地因食至宜 所以想做个美食家 有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着自个儿的觉和感去走 觉就是我鸡不鸡 感就是我饿不饿 所以鸡的时候要吃饱 不管什么东西吃进去 但是呢吃到70%就打住了 饿的时候呢 一定要吃好 一定要吃好 所以呢吃好了就不饿了 吃饱了呢就不鸡了 尤其在饿的时候 一定要少吃点 不能不吃 所以我的观点 宁鸡不饿 一到饿了就是伤心了 所以饿的时候要吃点什么 点心 咸的点心 好多人分不清自己是 到底是鸡还是饿 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生理需要 还是心理需要 所以杜拉拉生日记那个伤心以后那么吃 他把鸡当成饿 他把饿当成鸡了 他需要满足的是心理解决之道 还有呢就是最好的缓解自己的饿的食材和药材 取代人们吃巧克力的东西应该是他 你们查一下金贵药链里面有个百合乎或病 脉症病治 变 你的 徒 这 就是 小 我 这样 是不是 有 我 是 我 我 是 我